群眾集結在立法院外抗議 大批員警守在門前 避免抗議的民眾進到立法院 但第一時間傳出是 國民黨總召傅昆奇 達到台北市警局呼叫支援 事隔一天傅昆奇這樣說 傅昆奇說確實有打電話 但是為了要解救院長韓國瑜 國民黨的總召跟書記長 也被禁錮在裡面 一直在我們打電話要報警 他們才願意放人 這個昨天我們在議場外 這個會議結束之後 他有講得很清楚了 沒有這個事實 這個都是他們自己在亂講的 否認跳過立院 以及其他單位其他處事 甚至是院長韓國瑜 擅自摳支援來到立法院 但是7號晚上來的警察有多少 立院內主要是負責 中央勤務的保六總隊負責 另外保一和桃園分局也到場 被要求在立院內支援待命 保一員警更配備盾牌 防止衝突 至於立院外抗議群眾 主要由台北市警局負責 以轄區中正一分局為主 一共有180個人 另外中山萬華和大安分局 共200名警力待命 新北市警局也來了40個人 加上負責維護指揮官安危的霹靂小組 總共動用超過400名警力 為了防止抗議擴大 因此在立法院的里頭和外頭 都有不同的警察單位來進駐 就是為了要避免衝突發生 另外在青島東路上面的三個會館 也有調派警力在門口支援 就是避免抗議持續擴大 幸好抗議沒有進一步擴大 只是一整個晚上各地警察集結支援 附坤寫著用電話引發討論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 TVBS新聞網APP